8月3日中国合伙人导演陈可欣抵台 参加某座谈会 早前老婆吴俊如接受采访时 隔空要求送惊喜 昨日正知吴俊如生日 不知道陈可欣送老婆什么生日礼物呢 但你昨天老婆生日有没有送过生日礼物 有啊有啊 送我 不告诉你 都是那些啦 都是她喜欢的东西啦 她喜欢什么 她喜欢东西很多 我不会告诉你的啦 别问了 问别人的话 既然陈导不愿意说 那就只能下次问君如姐了 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中表现突出 获得一致好评 早前更直言不讳地表示 希望靠这部作品 拿下台湾金马奖信心十足 不过作为导演的陈可欣 却并不吹捧 表示影帝光靠演技是不行的 她自己说的 对 她自己不相信 那每个演员都想拿奖的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我觉得 呃 机会应该是有的吧 因为她是演得好 但是奖项这个东西 确实是 呃 很多因素 天时地利人和 除了自己的努力 还要看当时的整个社会 电影圈 评委等等的风向 呃 很多因素 所以真的 不是说演得好 就一定能拿奖 看到陈导如此分析 看来教主的影帝之位 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呀 对 对 对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